所有人都想招活活人 招活活人必须解决几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第一个叫有钱 第二个叫有资源 第三个叫有能力 这些人本身都有没有事干 有 所以非常简单 你们一定要做到让活活人 非常简单 不费力的变现 如果你让活活人呢 专门花时间干这个事 他叫大理商 什么叫活活人呢 他只是把他的资源 稍微给你用一下 你来变现 给他分钱就可以了 所以你必须要让活活人 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投资没有风险 第二非常简单易操作 第三绝对不费力 就能把资源变现 而这些工作你要做到 你就需要设计你的营销流程 如果一个活活人做老板 我来跟你干 我是不干的 我的在当地行业很大 我做的都不错的 我不会来跟你干这个行业 但是我的资源关系 刚好可以帮你做对接 那我来帮你安排一个饭局 你来吃个饭 你们两个人一对接 对接成了 我拿一点合伙人的佣金 这个事我就愿意干 如果这个事 还要我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精力就不干了 所以你要有一种 营销流程的能力 别人只需要把资源 对接给你 你就有变现的能力 所以很多同学 对这两个词 还是没有理解 企业最大的能力 一定要学会两个字 叫什么 告诉我 变现 而人最大的能力 一定是变通 企业只要具备变现的能力 所有的人都可以跟你合作 你只要不具备变现的能力 只能你自己干 越有资源 越有能力的老板 越不会跟你干 他只是把他多年积累的资源 觉得你这个项目靠谱 你人也不错 项目也可以 利润也可观 我拿来做一次资源变现而已 老板一定要明白 这个时代 已经从员工的时代 变成了活活人的时代 因为员工是没有那么多的能力 去帮你去认识这些人 绝大部分公司的员工 是三无产品 哪三无 第一 他手上有没有钱 没有钱 第二 他手上有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第三 他人生有没有精力和锐利 没有 他怎么样能有那些高端的关系进去 所以你招幼远 就是浪费两个字 什么告诉我 陈平